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談一談特首跑馬仔 這次特首跑馬仔 就不是要說梁振英 林鄭月娥當然會說 因為剛才我看到 柱基兄的留言 她說我感覺到 還有一隻黑馬 沒有人提的 就叫茶屎美輪 屎美輪女士 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 我亦因為這樣 而去找找她的資料 我發覺到 曾志華先生 已經退休的曾sir 陸sir 退休之後 最後主持的節目 就有 神光第一線 而且曾經擔任過 香港電台的 電台部中文台節目的 發展總監 我看到一篇文章 他寫的 一篇文章在經濟通道 寫的 他說 核下任特首的真命天子 茶屎美輪 這篇文章很值得和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知道 其實我對特首選舉 非常之關心 因為整個特首選舉 其實對香港的未來 非常之重要 我們看到 這次的特首選舉 究竟會對香港的影響有多大呢 可以說 一定要配合整個國家的發展 而且這屆特首 是非常之難以去做的一屆特首 因為牽動到很多人的利益 但我自己覺得 這次的特首選舉 應該重點都是放在國家安全上 因為國家安全對我們 香港來說是最重要的 以及對我們中央來說 我們的執政黨 也是非常重要的 你沒有國家安全 即是說什麼都是假的 但無論如何都好 今天和大家談一談 茶屎美輪女士 茶屎美輪女士 大家看到相關的資料 其實我們都知道 她在行政會議成員 而且更加重要一點 她在2004年出任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的 非執行董事 2007年起兼任副主席 2011年起 擔任匯豐控股的非執行董事 在2022年的時候 茶屎美輪再獲委任為 香港交易所的董事會主席 任期到2024年 我們看到在2017年的時候 她曾經為林鄭月娥女士 競選特首的時候 擔任顧問 2008年1月的時候 茶屎美輪女士 僅次於范徐勵泰 以第二高票當選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可想而知 她的資歷 真是非常亮眼 茶屎美輪 今年已經是71歲 我看到她的資料 是1949年出生 你說年紀大不大呢 其實大家都可想而知 71歲其實都幾大 如果認真來說 應該是72歲 所以的時候 會不會有這樣的精力 去擔任特首呢 我們看回梁振英先生 她的歲數有多少呢 其實目前來說 她是1954年出生的 67歲 但是 茶屎美輪其實真的是 愛國愛港人士 我們都看得非常明顯 而且更加重要一點 她在匯豐裏面做過 整體來說 好像是一個相當適合的人選 我就在這裡作文偷工 去講講曾志華的這篇文章 她就說 曾生說 上個禮拜本欄 就爆出 我應幾位退休高官 和議員的要求 設計了一個 以馬論馬 疑似特首逐個足的節目 而且 明明為高仁與陸sir 陸sir 就是曾sir 是吧 怎知道 那時候 慶合合合 真的要開球的時候 個個叔 說 不敢得罪人 真是吹乒乒 這個時候 其實大家也知道 我們很多政圈的人士 對於特首選舉 是真的 沒有什麼點人 沒有什麼人 說出來 究竟今屆的特首 會是哪一位 因為 其實大家這個時候 都真的不知道 對於我自己個人來講 我只是按照自己的分析 去和大家講 尤其是 尤其是 今天林鄭月娥女士 在錄製的時候 林鄭月娥女士 就說了一番說話 很耐人尋味 大家知道 在3月27號的記者會上高 林鄭月娥就說 相信下一屆 特區政府 會認真處理 如果下一屆的政府 需要本人 作為這次抗疫的主體負責人 去提供意見 我是很樂意提供意見的 有政圈中人就表示 喂 這樣好像表現出 我們的林太 現在就不想連任 究竟是真還是假呢 我就覺得 傳達著兩個訊息 第一個 林鄭月娥女士 她說 這是一個 這麼大的 公共衛生危機 這麼多人死亡 所以她要注意深切的慰民 就這樣就算了 深切慰民 這件事不是我想的 另一件事 她在延遲之間 就表示出自己 應該不會連任 因為 其實中央都說得很清楚 要連任 當然早點說 怎會等到這個時候 最後一刻 才告訴你 你快快手手 報名連任 其實這是不可能的 我們大家很清楚 第三件事 我所看到的 就是 林鄭月娥女士 覺得她自己是沒有責任的 她只是會負責提供意見的 她說她是一個主體負責人 但是她提供意見 是不是表示她自己 覺得自己 沒有責任呢 這一點 大家可以思索一下 她永遠覺得自己是沒有錯的 這一個 大家同不同意呢 我相信大家都覺得 非常不同意 如果你真的 覺得自己沒有問題的時候 那你為什麼要做一個統帥呢 統帥就是要負責任的 不知道大家 是不是認同我這樣的說法呢 好了 那說回 相關的事情 我們先說 茶屎美能女士 她說 我們 曾志華先生 就繼續說 她說 不做就算了 不過 對誰是下任特首 這一個話題呢 肯定由現在 到4月16號 提名期結束呢 仍然是政治江湖 最hot的 topic 作為資深的傳媒人 我當然關注 亦想公開個人的分析 聽聽她的分析是怎樣 但是我覺得 會不會真的有心出來選特首的 會在4月16號才出來提名呢 我自己覺得不會了 應該是4月初 或者是4月中之前 4月10號左右 就應該會出來的了 這個我只是 大家的分析 我自己個人的 曾志華先生說 事實呢 由1995年開始 小弟已經在電台 兼負特首選舉 分析 和訪問 所有的候選人節目 所以 對中央選特首的要求 和部署 有一定理解 沒錯 我們由第一任 第二任 第三任 第四任 中央的要求和部署 其實都很清楚 但是 今年的特首選舉 我自己覺得 真的很不同 因為過去的 每做一件事 我們都看到 大家輪著來 第一個莊 就是愛國商人 董建華 第二個莊 就是我們的 曾蔭權 大家有個番名 叫做貪真的 第三位 又輪到 我們的愛國者 就是我們的 梁振英先生 第四任 公務員 就是我們的 現在的林太 現在這個情況 照計來到第五任的話 是否也應該由愛國人士 還是以後選擇特首 會有所不同 因為我們都知道 在2019年到現在 真的 風起雲湧 對於過去的一些看法 我自己覺得 本身應該就要放下 因為 時而西易 有很多事 真的會不同 如果你按照以前的標準 香港這一屆 應該由愛國人士出來 但不止這麼簡單 其實整體來說 國家現在要培養 一批真真正正的 愛國愛港人士 這一批愛國愛港人士 就不會討論他 是不是商界 還是愛國 還是政府官員 總之一上來的 都是要愛國家的 這一個很重點 相信大家都很認同 曾志豪先生表示 歷界特首 北京絕不會 胡連短人造 人選必須 下列的 必須具備 下列的部分條件 當然不會亂來 而且以前的中聯辦 和現在的中聯辦 都已經差別非常大了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港澳辦 也不同了 對不對 我們的國家領導人 習近平主席 也是不同的 一個愛民如子的好領導 這一方面會怎樣 我們聽一下 曾志華先生所說 第一 要有長期服務國家的紀錄 第二點 就是豐富的政府高層工作經驗 第三點 陳任行政會議成員 如果決定有外人空幹特首 中央一定會先安排他入行政局 行政會議 熟習政府的頂層橫座 所以才有1992年爆出一個 無人式的董建華 突然間應中方要求 加入行政局 這樣說 長期服務國家的紀錄 我們當然看到 CY梁振英先生 當然也有 是不是 我們看看茶屎美倫女士 一樣有的 這個當然是長期服務國家的紀錄 第二點就是豐富的政府高層工作經驗 政府高層工作經驗更加不用說 曾經身為特首 美國沒有政府高層工作經驗嗎 當然有 所以兩者都非常之符合 第三點是 曾經任行政會議成員 不用說 特首當然是行政會議成員 這個非常之清楚 曾智華先生說 今屆的形勢比前三屆都複雜 因為中美國力升級 軍事軍力交鋒之外 金融互鬥的策略部署 亦都是重中之重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對中國的重要性 早已有多位專家分析 我在這裏不罪 其實是的 真的複雜很多 至不至於中美國力 當然不至於 還將香港深層次的矛盾 真的併發了出來 所以現在這一次的特首 絕不會是 一個平安時代的特首 而是要撥亂反正的特首 我自己對梁振英先生 稍有認識 但是我對茶屎美倫女士 我沒有相關的認知 但是我知道她是一個 非常之有魄力的人 而且做事非常之認真的 更加不用說 她當然對金融經濟方面 是非常之了解 這個大家都相當清晰 其實她現在的公職 和她的事務 其實我們都可以清楚見到 茶屎美倫女士 真是一個猛人 我們看到更加重要的 就是她是做港交所的董事會主席 這一個真是任重而導演 這裡我就去看看 究竟曾志華先生還有什麼看法 他說 我想清楚地指出的是 最近總理李克強和副總理韓正 其次鮮明指出下屆特首 必須有能力提升香港 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實力 而即在中美金融角力方面 要有領軍的能力 這一點其實真的很重要 一定要提升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實力 這方面我們也知道 茶屎美倫女士 真是符合以上的一個看法 我相信 主席卿為什麼覺得 真的有機會 茶太會出來做 是不是 我也覺得是的 因為現在中美角力真是很重要的 但是梁振英先生 有沒有這方面的能力呢 大家可以思索一下 還是她下面的 財政司司長 或者金融界的實力 會不會支持我們的梁振英先生呢 這方面大家都可以想一想 曾志華又表示 坊間所謂的機會碼 就包括林鄭月娥 梁振英 陳鳳富珍 葉劉淑儀 陳志思 就算陳茂波 都沒有這方面的背景和氣勢 比較接近的就是李小嘉和陳德嵐 但是前者並非純正的香港人 後者就未坐過行政會議 裡面這麼多位 我覺得梁振英先生 是真的會有這個實力和力量的 為何要這麼說呢 大家就知道了 我們如果特首要讓一讓一讓一適 其實很可能就是讓一讓一讓都不適 這次的整個選舉呢 我覺得更加重要的就是 看回整個特首的班底 而對於我們查史美倫女士 究竟她會不會真的出來做呢 我說真的 我又沒有水晶球 我怎知道她會不會出來選 但是我自己分析所得 以她72歲的高齡 要出來選 會不會真的會令到她的壓力太大呢 雖然我們看到無線電視比賽台 馬時康在3月26日訪問過 查史美倫女士 這一點是否作為她出來競選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點呢 大家真的可以透過這一點去思索一下 因為她說這個節目是什麼呢 是叫馬時康明人堂 金融界的根國英雄 查史美倫 分享成功要決 這個節目其實相信 在香港很多觀眾都看過了 如果是黑馬的話 我覺得這個節目 推出來就稍為遲了一點 應該讓大家清楚看到 她有很多事情要做的 因為你最重要的 是否在這個名單裏 以及有多早可以出來呢 這方面我真的覺得要思考一下 不過我的猜測可能是不對的 在這裏就先戴上頭盔 所以這時候曾志華就推斷了 呼之欲出的真命天子 應該是查史美倫 介紹一下她的背景給大家知道 一是來自上海顯黑家族 上代有海牙國際法院的院長史久蓉 老爺查製文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靈魂人物 還有 二 大紫荊分章 三 行政會議成員 四 美國留學 擁有法學博士銜頭 五 曾經掌管大學教育和資助委員會 廉政公署貪污問題諮詢委員會 金融發展局 現在為港交所的主席 第六 2008年以次高票當選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真是黑黑有名 那我就說了 梁振英先生的優勝點在哪裏呢 就是她的貼地和親民 我不知道查史美倫女士有沒有貼地親民 因為真的和她不熟悉 但是在金融背景之下 的確好像是挺適合的 但是如果是這樣 其實如果去擔任港交所的主席的話 其實是不是已經足夠呢 或者可不可以在新一任特首裏面的時候 去幫助新一任特首 去處理一些國際金融的問題呢 因為金融專家 和你怎樣搞定的社會問題呢 是兩回事來的 我自己個人覺得 因為民生始終都是很重要的 那麼呢 曾志華也表示還有第八項 就是由2001年開始 已經被北京重用了 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朱鎔基 獨具慧眼 禮拼茶史美倫女士 就出任中國證監會的副主席 成為境外首位副部級的官員 在位的時候 他的硬朗作風 墊下了中國證監的連劫之風 所以被稱為茶史李門 這個我們都很猶身 當然我們知道 茶太 茶史美倫女士 她真的非常之厲害 令到中國證監眼界大開 原來我們可以這麼嚴格去做的 所以她覺得茶太非今天爆出來 而是經過長達二十幾年的乞意栽培 看來如今時機成熟了 既然國家需要 你當義不容辭 且看我分析得準不準 準不準 其實我也覺得 是拭目以待的 如果今次出來選特首 我們都覺得 應該要有一位 真正可以為人民服務的領導者出來 很多網友都說 不是性別歧視 只不過大家有個看法 希望今屆出來的特首 真是勇至當頭 真是有謀略有策劃 和身邊有一群人支持她 而是否真的這麼強 財經界的這個背景 就可以做到呢 我真是個人不知 但我自己個人的期望 由於今屆的特首 真是要面對非常之多的困難 和中美角力 最緊要守得住 而且更加重要的 我們都看到過往的幾屆特首 真是除了梁振英先生 好貼地之外 其他的特首 真是 差一點點 我講真 而呢 習近平主席 說要犧牲精神的話 對一位 現在已經連屆72歲的女士 有沒有這樣的精力 去面對 現在這麼繁重的工作 而且 這個繁重的工作 是令到 我們特區真是可以撥亂反正 和維護國家安全呢 這一點 我覺得真是要思考一下 才可以得到最正確的答案 今天跟大家討論到這裏 無論特首選舉 怎樣也好 ABC Anyone but carrying 就是這麼簡單 這個是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而更加重要一點的 就是在政圈裏面 都看到林鄭月娥女士 而呢 在3月27號的時候 他所說的那些說話 更加覺得 他是不會參加 下一屆的特首選舉的了 那現在其實 陳凱恩也說了 政府的工作 其實是一個連貫性在這裏 那他會不會 現在這樣去參與 這個特首選舉呢 我覺得機會是等於零的 請大家放心 這一點 這一點大家放心的話 其實 任何人士 出來參選 或是單任下任特首呢 我覺得都可以的 但是理想的來說 我個人呢 無論怎樣也好 你說我從一疑忠也好 怎樣也好 第一件事 我覺得梁振英先生 是比茶屎美倫女士 是更加適合的 這個個人自己的觀感來的 我不是梁粉 千萬不要這樣稱呼我 我只是就事論事的 希望新一任的特首 可以將香港變得更加好 盡快可以通關 盡快可以做全民強健 盡快可以令到市民過上好生活 這就是一個普通小市民 所希望特首可以幫我們做到的事 最重要是貼地 好 今天的時間到此為止 拜拜